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奶油泡芙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们充分搅散后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在锅中准备160毫升的清水 先加入两颗盐 20克白糖 最后我们再加入80克的食用油 然后开小火用铲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中间给它多搅动几下 让它们完全混合在一起 熬至稍微沸腾后我们转最小火 再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110克低筋面粉也加进来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迅速搅拌均匀 逼着搅拌成像这样细腻无颗粒的面团后 我们把它放一旁晾凉备用 稍微放凉后我们再把它倒入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 接着我们先加入一半的鸡蛋液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提起筷子 能够形成像这种倒三角的状态 像这样我们的面糊就调好了 面糊调好后 我们先把它装到干净的裱花袋或者保鲜袋里面 然后再像这样 把它们依次垂直挤入到铺油固油纸的烤盘里面 接着我们在手上沾一些清水 把面糊表面的尖角给它抹掉 防止烤的过程中把尖角烤糊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90度烤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干净的大碗里面先准备150克的淡奶油 然后再加入10克的白糖 接着我们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高速打发 全程大约需要8-10分钟左右 一直打发到像这种硬性发发的状态就可以了 泡芙外皮烤好后 我们再把打发好的淡奶油 依次挤入到泡芙里面 这样我们的奶油泡芙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的奶油泡芙吃起来外皮非常的焦香酥脆 里面满满的都是奶油的香味 一口一个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